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要怀疑今天我们列出数十台车 要带你一起来挑选 但十万块钱 这次李宗盛你可能不会想要 所以今天我们把预算稍微加高一点点 三十万上下可以挑到一台 是不是颇为不错的中古车 但是今天我们现在来三台中古车 看起来今天你才漂亮漂亮的 但是其中有一台有雷 而且是大雷发生过大问题 你猜是哪一台车呢 今天我们直接请航阿来 带我们看清楚 每一台车的蛛丝马迹 哪一台车万万碰不得 如果你要买中古车 又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呢 欢迎今天加入我们讨论的好朋友们 首先有请我们几位总编辑 杨西鲁 艾迪 蓝尼克 Nick 还有我们中古车商代表小师 以及汽车达人张乃婷 Ladies and gentlemen 如果要买中古车 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常常很伤脑筋 因为一车一旷 不是你嘴巴说的算 照片看得漂亮漂亮漂亮 到现场看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但我们今天真的 节目制作单位是有用心的 我们直接找来三台 在中古市场上面 它有它的身份代表的 它们的地位是什么呢 因为这三台好像基本上 如果其中这一两台买不起的话 你就不要再碰中古车 对不对 小师 为什么我们选March Vios跟Core Plus 来喔 我们这个业界有一句话在流传 它是说 你如果March Vios 你养不起的人 那就建议你就别开车了 连这两台 连这两台你都出离不了 对还有第二句话是 你如果不会修Vios 不会修March的修理厂 你也不要开了 所以你就知道这两个车 是当今市面上最流传 最广泛最好维护的一个车子 对那如果以这两台 或者是现场的这几款车来看的话 其实在中古车市场上 真的有有够熟的那种车子 我们列出来大家看一看 好 我跟你讲数十台 我们稍微再精简一点点 我们来看看这几台车 如果你要通勤的话 来点名一下 可以选择的很多 对 我们现在有列出几种 像这个HONDA的FIT 那2009年是 现在目前的二手车市面上 大概在35万左右 你现在这十台都给我们报一下价钱 对 我大概跟你讲一下 这个市面流通一个正常的行情 不能偏离太多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 这个Corpus如果是08年 大约在25万 然后Swift 2005年也在25万 那Solio Suzuki Solio 05年也在15万块钱左右 10到15就有机会了 Vios也是在15万左右 Yaris Yaris的话会在25到30之间 马二也是在跟Yaris一样 25到30之间 那福特的这个Fiesta 如果是2010年的话 也在25万的左右 那当然这个March 是比较旧世代的车型 2003年的话 现在应该在10万左右而已 10万左右 再杀个价格 早报8万就可以带回家 对 那最后这个Livina 这里面空间表现最好的 这个市面上在25万左右 这些都是现在蛮夯的一个代步车 一个国产代步车 对 我们一开始从价格先诱大家上钩 我告诉你 你以为说花个10万 8万 然后可能20万你就把车买回家 就没事了吗 就可以通勤代步吗 其实后头要整理的很多 所以你在挑车的时候 很多的蛛丝马迹要看 等一下我们就看看这三台 到底出了各自有什么样的问题 但坦白说撇开这些不讲 刚刚这些车款的话 我们问问在座的达人们 如果你真的要介绍大家 来买一台 CP值高一点点的 而且入手不要太困难 便宜一些些的车子 你们会不会怎么建议呢 刚刚一列列的10台 Eddie哥 哪一台是值得能买的呢 我个人在这10台中 我推荐那个Code Plus Code Plus 对 因为我哥哥也买了一台 真的吗 对 刚好 买多少钱 大概就20出头万 20出头万 那这个关键是说 我觉得这个在推荐当中 其实因为你是 所谓买二手车 你在成本上考虑的会比较严谨 那你在维修上 你也希望能够划算一点 对 所以基本上 国产车一定是第一优选 像这个是进口的 是进口的 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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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进口 如果是进口版的话 它的维修成本会比较高 所以还是回到说 以国产车优先 那我比较推荐Code Plus 原因是第一位 因为它中华的这个维修点 全省非常多 对 哪里都可以修 第二个是它这个空间大 它一样就是它的车身也比较流线 也许说这个Livina的空间也大 可是它比较像货车 它四四方方的 真的 然后我们偏好这个Code Plus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这个外形也比较流线 比较年轻一点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销售的时辰很长 零件也充足 然后这个怎么讲呢 维修起来我觉得应该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 蓝尼克那你怎么推荐呢 我会选这种 入手价稍微比较 CP值比较高的 我会选Viesta Viesta 因为像先生刚刚说这个现在大概多少 20万 如果在25万上销 25所用嘛 但是你要注意25万它是2010年 它跟其它是一样 它年份比较新 但它中午车价 相对对买方来讲 会比较这个所谓的超值 但是对卖方来 我今天买新车 但是我卖车的时候 中午车价比较不好看 所以说对我来讲 今天是我是买家的时候呢 我就会选类似这种车 所以说OK它折价空间比较大 但是呢 这种毕竟它是进口车啦 所以说除了耗材 消耗性零件之外 万一今天你是第一次买车的话 我不会建议买这种车 但你今天是一直都在开中午车后 就觉得OK 因为你今天板件这类的东西 它的专属件 专属零件万一碰伤了 它的这个所谓的维修的成本 代价会比较高 消耗性零件是国产进口都差不多啦 对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第一次买车 然后你就买了这种车 然后就到处不小心碰到那里碰到 你后续维修费用相对就会提高 对好这个就是一开始就要想清楚了 我再补充一下南尼克的 像这个好像25万 Core Plus 可是这是10年 这是08年 而且 所以它这个折旧比较大 你可以可以进口车 对我来讲 尤其是对我来讲 或者说对一般多数人的观念来讲 它是比较偏欧系的设计 它可能安全 如果说我今天比较重视安全 那我可能就会往这边找 这个是当初唯一有5颗气囊的 所以我们列出这10台里面 价格区间代有10来万的没错 但是大部分都落在20万上下的 它是唯一有5颗气囊的 对 然后车身结构性都比较好 是 所以跟Core Plus跟VSR比 你就是选择VSR 我会选择这个方向 而且它的年份也比较新 张乃琴学生你会怎么挑选 我挑一个中古车价最好最贵的Fit 35万 你就是哥就是有钱 哥就是任性的概念 不是 你知道 刚刚几位Eddy也说嘛 你要考虑到很多东西 维修啊什么 蓝尼克要考虑到你是第一次购买 还是第二次购买 今天我要考虑的是 只要你是买中古车 不管你是第一次买车 或者是第二次买中古车 或者是你只是帮家里买第二部或第三部的代步中古车 这几台车中 有一个就是几乎都不用去挑 不用去选的就是Fit 为什么 我也不在乎它的点多还点少 因为它的毛病少 那倒是 第二 空间 在里面来说的话 虽然比不上真正这种比较类MPV型的 Core Plus跟Lavina 但是在空间来说的话 它绝对是一等一的 所以兼具的空间维修 一切的总成 加总起来的话 它就是一个完美的车 再来它有一个 虽然它价格高 35万 就是10台车最贵的 对 但是你要想想看 如果你再开个五年 再转手的时候 它的残值相对也会比较高一点点 再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这个Fit 我觉得它除了是 不管第一次买车 年轻人 可能对自己的车 出去要有点面子 或者是说虚荣心来说的话 因为这几台车 少数是进口车 但是以Fit的造型来说的话 你开出去 说真的 有时候让你想说 开Yaris 人家说 你是不是女孩子 或开这个Solio 会不会太旧型一点的车款 Fit刚好就是说 我不会那么旧 我的造型就是让你出去说 你开的车 也没太差 不会太落差 对 所以我就说 出得了厅堂 进得了厨房 大大小小都可以完整 虽然你刚开始的成本 稍微高了一点点 但是它在未来 你在使用上的话 相信它是最亲民的一个选择 你到时候要脱手 也不会亏待你 除非你自己给它摸到都到 才会在价格掉比较多 我觉得这是要思考的问题 即使你现在是买中股车 你都要想可能你开两三年 又不高兴又想换的 那个价钱 所以我们也要回过头 尼克 我们站在汽车媒体报道角度 也常常都会比较说 国产跟进口差异 在中股市场上 我们也要考虑到 国产跟进口也有差异吗 当然有啊 就像我刚刚有提到 最大的差异就是保养零件 消耗性零件是大同小异的 就是你只要确定一点 就是说时间到了 你不要省这种消耗性零件 万一你碰到 零件真的会比较贵 而且有可能还要等 还有就是说 像我刚刚选的Fiesta 那是我个人用车的习惯 我觉得我适合这个路线 那如果说像乃哥的话 他一定是完全不同 我们是要讲极端 因为他还有考虑到 三年后 万一我要卖车的时候 FIT绝对比Fiesta好转手 车行也比较愿意收 而且他要考虑到面子问题出去 还要打大板一点点 Fiesta不会丢脸 Fiesta不会丢脸 而且我 如果说今天我是 比如说我买了这辆2010年的车 从小时这边买 五年后我要买一个小时 他不一定要收 因为他觉得我收了 我可能还要花钱争利 整理 整理那进口的零件 第一个要找 然后第二个成本可能也比较高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谁买 谁会有再下一个 因为我是少数 乃哥是多数 因为大部分就是我今天要买中午车 而且是有预算性考量的时候 第一个考量到的都是 我要花多少钱两车 所以说会出现这所谓的 国产车跟进口车二分法 国产车 那当然最简单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零件 那国产车来讲的话 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买国产车的 因为就是有预算考量 所以说他们用车的时候 都是一般用车 那你要在看车的时候 就是要去注意他的使用状况是怎么样 因为大部分 当然我不能以偏概全 我只能说 我们知道的多数人好了 要骂我就算了 我被骂就算了 就是说多数人可能 买国产车可能就 比较不会在乎 我今天该保养 他们就能省就省 这时间到了 但是这没有坏掉 没关系继续用 就再撑一阵子了 等下一次保养的时候我再换 人序 确实有一些人会这样子去思考的 不是就是说买国产车大部分 因为毕竟进口车的单价会比较高一点 对 那买进口车的人呢 那可能就是 我今天都已经买了进口车 那可能我的祭司叫我 时间到了你就要保养 好不管 就比较爱惜一点 大保养 那他可能就比较勤的去更换这些消耗性零件 所以是有差的对不对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又很实用 所以我们要一个一个的个案把它看进去 比方你真的要买中国车的话 Eddie哥带我们快速来看看 其实有些重点你是必须要掌握住的 不能落高哦 对我们这边准备了大概五个重点 就是说你看这五个重点 第一个当然是预算 这个预算掌握了你多少 比如说我们通常说你准备20万 那你准备个5万的这个存給 整理 对大概5万 一个车大概就国产车可以准备5万 那遇到状况的话 你可以换轮胎啊 一些消耗性零件 避震器 大概一般的检修5万内应该都可以搞定 这是一个预算上面的考量 对 再来就是这个维修便利性 那这又回到这个我们讲的国产跟进口 国产的维修便利性确实是比较高 它的维修经销点比较多 所以你容易找到 等于说你在你家附近再买个车 你先看看你家附近有哪一个厂 是中华米兹比许 还是福特 还是这个玉龙尼桑 看哪个厂离你比较近比较方便 或是你上班的地方也有 这样就是你上班的途中 上班以后可以把车丢过去再去上班 或者是再回家 在家附近先丢去再去上班 这是环境的考量 就是维修环境 再来就是避免买超过15年 你差不多 黄金期是三年车 大概还在保固内 但是价钱比较高 但它已经折旧了一个阶段了 再来就是5年到10年间 那车辆会随着使用的年份 然后再来慢慢价钱往下修 那5年到10年 可能找到你比较适合你的预算 那可以买 但是一旦超过10年 这是一个挑战 对 光是验车我就觉得真的很神 你跟我讲这一年两验的事情 我没有感觉 因为我一年两验的 因为他一直 我所有的车都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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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验到麻痹了 对 每个月都有去验车厂 然后但是就是我们讲的 不是像我们这样子的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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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于其中的人 对...还是不要 就是你大概选择 5年到10年以内的车子 折旧也是一个照平均 可能每年折个3万 嗯 那你可以预估说 我用3年大概折个5万 6万左右 这是有的 也许你身后保障的话 还不太折价 然后这个 所以这个大概在5到10年之间 是有比较建议的 差不多是你建议的 对... 再来是货比3加不吃亏 嗯 这一个观念就是说 我要买一台artist 对 如果你看10台artist 你会出塞哦 哦 真的哦 比如说你10台artist 你先记录一下 你看的时候 这个叫做我觉得有点疑问的地方 我今天讲一些细节 把写下来 我再看下一台 差不多年份 大概这两年之... 两年... 相隔两年左右的 它这个地方是不是一样 它这个教条 我觉得好像有错过 我再看它下一台 教条是不是这样 你看过10台 你大概就有一个 出塞了 对 你就有一个 同样的车看10台 如果一天能够看10台 那你也很厉害了 哇 好累哦 所以你瞬间的一些 上一台车 上两台车 你有一个记录的话 或是如果你可以拍照 那你就可以做成一个 自己做功课 可以降低这个 风险的一个发生 那我举例 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 从网路上 这是真实案例哦 很多人从网路上买车 说有个A小姐 她买一台Yaris好了 然后她就找说 她老板的朋友 好像懂车 男生嘛 是认识的哦 那就老板的朋友 介绍他去一个车行看 他车行买了 车行看了 也买了 车行也是加入这个联盟的 有这个保固联盟的 他就买了 他就跟这个男生买了 就发现后来 他回来联络这一个 卖的这个B先生好了 这个B先生就不回应 叫他回去检修干嘛 从来不出面 就车子有两三个问题以后 他就觉得很生气 怎么我跟你这个 有保固的车行买 这个人不理我 后来他就问车行 原来说车行 这一个B先生 其实不是车行的人 那他怎么可以卖这个车行的车给我 这个等一下请小师介绍 通业吊车 然后但是这个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纠纷 后来这个B小姐就跟 A小姐就跟这个车行沟通 他车行以这个大概折价个六万 把车买回去以后 就结束了这一场纷争 那不是很料耶 小师解释一下这个 为什么 同业吊车 同业吊车 那同业吊车 其实分两种 今天乃哥说有朋友要找match 那我很简单我就跟他讲说 好那这台车我要收多少钱回来 剩下的你直接去跟客户处理 我是私人的话 我是私人 我不是公司 对 那我就给你一个金额 你自己去处理 你就跟客户自己去签合约 不干我的事 我就是车出去你给我十万块 你是蟑螂 所以这个比较像是艾迪哥刚遇到的状况 对 就是遇到蟑螂 第二个情况是他把客人带来我这边 那都由我来跟客户做一个签约的动作 中骨车商方面 保固等等都由我来做 那他的利润可能就不一样 这叫前客 前客 介绍 介绍人 对嘛 就包个红包可能比较少 是 所以他刚刚 他的状况可能就是像我们第一种讲的 蟑螂 但是主要是A小姐以为 这个前客就是车行的人 他甚至也去印了名片 所以这个有一点这个 可是这对我们商家 我们也不愿意让随便的人来印名片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真的到中国车行去看 然后最后还有合约 对应该是说 合约看清楚是谁签的 对 签合约这个人存不存在 他能不能帮你负责 这个才是重点 对 还有很多观众朋友也在问 像刚刚Eddie哥讲的 我们这是个overall的告诉大家怎么注意 可是你说车子不要超过15年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吗 这是经验 就是说其实为什么不要 我们建议不要超过15年 我们的经验是以国产车来讲 超过15年其实最难处 老车最怕一个就是锈石的问题 锈石的问题是最难处理的 是 因为你板件的铁的分子结构 然后完全都已经 那很像臂癌啊 一开始涨就会一直连续下去 是 很难治得好 源源不绝的 你要花很多钱 你相对要花更多的钱去整理它 那就会产生一些安全性的问题 或是会不会漏水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说 领主件的部分 引擎跟变速箱的状况 其实我们的经验超过15年 我们以车商来讲 我们要去整理它 其实我们觉得很矿石费力 对 连你们车商都觉得矿石费力 如果是自己买到 你自己看着办 要补照一下 刚刚说那个货比三家 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要货比三家 消费者 像我们 我们引擎发起来听声音 就知道状况怎么样 消费者听不懂 这是大声还小声 每一台他听起来都觉得很大声 所以说你有一个比较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刚刚试的那台好像引擎声 比这台还小声 你有比较急 你不用懂车 那你至少有个比较 第二个就是 你变速箱 你在入试的时候 有人说 跳挡会延迟跳挡 是不是有问题 消费者说 我哪知道他该什么时候跳 那你有两台的时候 你就这台开起来 跳挡比刚刚那台顺畅很多 你有个比较急 你就不必要懂车 对 对喔 我又不懂车 我开了10台 我挑10台里面我觉得最顺的 那不是相对也安全一点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中古车 已经买了交易回家 有些零件 你就是眼睛 就是自己认得鼻子摸摸 就直接就是要去换了 像是什么地方呢 我们以现场这台March 我们直接来做例子 中古车买回家 虽然车商也相对 把它稍微整理过 但是有些东西 你就是该换就换了啦 不然也蛮危险的 其实刚刚我借了一下 这个Eddie哥的 第一个 设定需求预算 基本上是要加车架加维修保养 对 一定要做 其实以我来说 如果我买中古车 我有一些东西是一定要换 但是 只限于我来说 我以March 哪些地方 March 这台车 1993年开始 千年老妖精 一般我会换哪些地方 我来看老妖精 有些地方长皱纹了 是不是要围整一下 因为打开引擎盖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是 我会想要换的 第一 我先不说检查 我买到的车 第一个我会先把皮带都换掉 它里面这些皮带 我不管它到底有没有 因为中古车行分两种 一种是怎么来怎么去 另外一种它会把你整理过 通常都会卖的比较贵 所以刚刚小师有说 破比三家不是在比价钱 是在比车矿 因为一车一矿一价 所以基本上我会换皮带 皮带大概就在这边 你就看 像这个引擎脚什么的 通常一发动 就会知道它震动大不大 很多人都说 引擎脚这个东西 到底有没有危险性 其实没有危险性 但是时间久了 你也会觉得 红绿灯的时候是震动很大 就是抖一直抖 一直抖一直抖 所以我觉得不会太贵 尤其这种千年老妖精的车 处理处理 博产车就是便宜 然后还会换什么 水管 水管也要换 为什么 你看这台车一看 打开引擎台 全部都新的 但是对不起 就算我看起来再怎么新 你看再怎么新 摸起来弹性感也够对不对 但是我一定会换掉 你还是把它换掉 上水管下水管 加起来不到1000块 我根本不换掉 水管是非换不可吗 为什么老车 我遇到老车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什么 很多人在爬山的时候爆水管 说我水箱爆 我说水箱没有那么容易爆 你除非撞到还是什么 基本上都是爆水管 所以你看它就算再干净 捏起来弹性好像不错 但是我几百块东西 我就会把它换掉 再来这个是我们看得到的塑胶件 因为塑胶件这个东西 你喷得亮亮的 其实都看不太出来 都整理感觉很干净 现在我们再讲到基件里面 基件的话不要再说了 五油三水全部都换掉 也要换 什么机油 包括汽油 汽油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汽油滤芯 很多人汽油滤芯是没换 我把汽油滤芯 甚至汽油滤芯都要换掉 当然机油 边速箱油 东立方向盘油 刹车油 这些都看得到的地方我都换 真的全换了嘛 你看这台车处理的那么好 它里面水箱的水壶都洗得很干净 但是我还是会把里面的水换掉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水壶是可以清洁的 但里面的管路不一定 那倒是 对 像这个东西我都会自己换 为什么那个水箱下面都有个卸水螺丝 卸掉了然后就换过来就好了 对 然后就换 然后我们讲到一个比较 金额大一点的地方好了 譬如说像节温器 好 节温器在水箱的这里面 对 你知道节温器这个东西 我自己是亲身经验 遇到一个问题 结果说奇怪我开了车 我上了高速公路 到了台北 停下来 温度还没上来 哪 那节温器卡住 它永远都在大循环 那大家会说那这有什么 但是引擎温度越低不是越好吗 你可以看到水温有上来 但是上不 就不会过热啦 对啊 不会过热 但是你要知道 当它是大循环的时候 它的热效率其实不好 引擎太冷太热都不对 都不好 所以它的工油可能会过浓 一是造成污染 二可能就是说你的积碳 什么其他的东西会损耗 所以像那个节温器 好 再来还有一个蛮重要的 我不是说换完水吗 还有一个叫水棒浦 水棒浦也要换 你知道吗 水棒浦也要换 为什么我会要换 你知道吗 因为我通常都会把它 正式皮带都换掉 因为像刚刚小时说的 8万公里 10万公里 可能是一个大的保养的时候 其实这些不换的话 可不可以开 绝对可以开 可是哪时候坏 我不要去堵 尤其这个一坏 完蛋了 你去团车 你正式皮带一断的话 不得了 正好正式皮带 跟水棒浦的位置很近 既然你都要拆盖了 拆了就是一次换 整组换 所以刚刚Eddie跟那一张说的 你购车成本再加上这些 我说真的 整个这些大大小小换起来 以Match来说的话 也不用5万块 我刚刚说的这些 不用5万块 但是你觉得可以安心上路了 对 安心上路 但是还有一个东西 在外面的 外面 我会换的 就是这个刹车 刹车 刹车很多人都不知道 刹车大家会说 我换刹车皮就好 我踩起来有刹车就好 但是我会换刹车皮跟刹车碟 一起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个国产车来说 不过大概就1000多块一组 那我两 这个当然有的是后面骨砂 前面碟砂的话 你换起来大概 连工代料2000多块 我换掉有什么好处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不是只有刹车皮在磨损 刹车盘也会磨损 而且你到8万 10万公里的车 刹车盘其实大部分都已经差不多了 只是你可能看不出来 摸不出来 但是我就是把它换掉 那有一个是可换可不换的 我就是说避震器 避震器 但是我是用检查的方式 你现在是怎么样 压上去 其实这个其实要入室 会比较准 会更准 因为避震器 弹簧不大会坏 都是坏在减震筒 所以它里面的油风 当然现在这种车 避震器那么便宜 没人在换油风 高钢 讲到油风 它里面有一些 引擎里面的一些油风 包括像普利盘里面的油风 这些我觉得反正你都 正式皮带都拆了 顺便把这些皮带盘的油风 几百块的东西换掉 你确定有这样5万块 以前可以搞定 你换那么多东西 以国产车来说 你看我花25万买 我加个5万块 我跟你讲 我再开8万公里都值了 你都不怕了 我都不怕了 对 水帮埔都要换 小四真的换到水帮埔 这有道理吗 没有道理 一定要换 真的吗 对啊 它是刚刚乃哥讲的 它是很便宜的东西 不贵 但是呢 它却是你整个 循环散热的心脏 它是负责 帮你的水 带进引擎 整个循环 冷却 对 冷却的一个心脏 所以你的中古车 你也都换了对不对 超过8万公里以上 我基本上都建议要处理 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现在来的三台车 其实真的有一台车有雷 来小四 告诉我们哪一台车有雷 这个雷可是大雷喔 你买到你真的 如果车商没有跟你说清楚 你绝对回去跟他理论 我跟你说 这台车有问题 怎么看 没看到什么问题 漂亮漂亮漂亮 哪有问题 你有问题 我刚刚看了一下这台车的资料 我跟你讲 看不知道 看得吓死人 等一下 小四要来公布答案 这两个 直接就摆明了 这台车它是曾经发生过大事 它是碰撞之后 然后翻车 翻车过的车子 所以 那两个安全气囊都爆开 怎么会 看起来很好啊 气囊上面还没有血跡 没有 有血跡太可怕了 人是安全的 我们先来看看 它这个整个水箱都已经破掉了 这个大梁都已经歪掉了 这个很严重 你看它中间撞到一根 这对我们来说 这个是非常重大的车祸 而且不看还不知道 你看这个侧面 这 它就翻车啊 这是这台车吗 你看它旁边全部都已经这样子了 看不出来了 小四来跟我们还原一下 我们现在看 这真的要还原一下 受伤的地方 跟它真实的这个地方 怎么兜得起 完全看不出它出过什么状况 这个我们从 好 引擎盖打开先看 好 从引擎盖 我们就能够分辨出 这台车曾经出过问题吗 对 我们每次都来小教学一下 如果对我而言 我现在看得觉 它状况还不错 很漂亮跟新的一样 是啊 那一体我们开盖子 第一件事情 它完全没有贴纸 没有贴纸 有没有发现 对 应该要有车身条码贴纸 也都不见 都没有 也没有耶 排气的资讯也都不见了 也没有耶 那我们一样出动指甲来按这个胶 暖到不行 非常的软 陷进去 你看这个地方 陷进去 所以我们第一个翻起来 陷进去 我们就直接判断 这个引擎盖 绝对是换掉的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当然 我们常常在教观众朋友 看一些螺丝 来 我们叶子板的螺丝 也全部都是拆卸过 而且贴纸也不见了 你那边也不见了 你那边也不见了 该有身份证明的都没有了 对 身份证明都没有 对 所以以车头的部分 我们至少 我们可以确定 它已经有撞击到引擎前面的状况 我们看照片也差不多到水箱 对 撞到这个地方 那水箱支架呢 在这个螺丝 引擎那边也有一颗 这里这个 对 旁边都已经掉漆了 这掉漆表示有转过 对不对 它这个水箱架已经整支都换新的 这个整个都是转过转过的耶 好 那其实这个都没什么 这三个地方我们发生在它的侧面 侧面 侧面 侧侧 是在那一侧喔 对 我们来看看 侧侧发生什么事了 来 一样 我们把这个 门打开 我们把这个胶条卸下来 直接把它卸下来 对 直接把它卸下来 来 我们之前常常在讲的焊点 在这边对不对 音听你看 这一段怎么没有点 这里竟然没有焊点了 完全是平滑平整 这里至少焊点 焊点 有没有看到 这都焊点 这个档竟然没有焊点 可是不是只有你想的这么简单 只有这边缺 还有哪里缺 这一排也缺了焊点 哪里 这里都平滑没有焊点 那更好玩喔 我们再开 还有问题在哪里 这是看起来 车子看起来 线叼叼叼叼的结果这样 你看在一样的地方 也没有焊点 也没有焊点 一样的地方 也没有焊点 左跟右这两侧 通通都没有焊点了 那我跟你说 这个是我们业界俗称的叫戴帽子 戴帽子 攀起来的意思 它就是从我们没焊点地方切 切 切 那另外一台車的車頂 來 蓋上去 接起來 接起來 重新噴漆 所以這個車頂是另外一台車的 可是看不出來 看起來就是一台完整的車子 所以我們教觀眾朋友看 一定要注意這個點 這個是有Makeout在裡面的 正常的話就是全部都要有 我們剛剛在看的這個貼紙 你看這邊就有貼紙了 這代表這個門是OK的 前本的那一台的門板 這個的貼紙也還在 後面這個也有貼紙 跟我們剛剛看照片的是一樣的 它是翻左側 車子這樣翻過去 所以那兩邊的門可能就也有問題了 這邊是好的 那邊的門就有問題 可是這邊焊點就是表示車頂都已經整個拿掉了 我們來看看它往左翻 它的門出了什麼問題 你根本找不到它可以 沒有貼紙了吧 剛剛那邊有 我們再把這個拆下來 再把它拆下來 你要幹嘛 有沒有看到白色的 又落差了 這個地方落差了 這個門原本是白色的車門 是 所以它是另外一台可能在殺肉場 零件場 找來一個白色的門 弄到上面 烤成黑色 烤漆完以後倒上去 對 所以我們一開門發現沒有貼紙就要注意了 既然是戴帽子 跟對面一樣的地方 我把它撕下來 我來檢查好不好 這樣 用力這樣把它往下 對 什麼 有沒有一樣的地方 這個地方反而是平整的 這個地方平整的 所以有幾隻樹枝要切 一 二 三 四 後面五六七八 有的嗎 四個切掉帽子就起來了 哦 所以它這間全部切掉 然後拿另外一台車的車 蓋上來 蓋帽子蓋上去 對 然後再重新的燒焊起來 烤漆 那你是不是就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所以我們從外表整個看起來 是不是整個 看起來是新型的 新車一樣 有整理好的 所以我們常常在教消費者 膠條不要客氣 就把它拉下來就對了 你確定我不會被中古車商轟出去嗎 不會啦 這拉下來回去你看 這樣塞一下就回去啦 塞一下就回去 這是正常的檢查就對了 而且它不給你拆才有問題 對 反而是真的要檢查 那你如果說擔心說 你這樣子拆覺得不禮貌 沒禮貌 你就說可不可以麻煩你拆膠條給我看一下 這樣子我們是不是就能夠看 順便看一下老闆的反應嘛 對不對 不要跟他說 從我們夢想街學來的 如果我沒有看過夢想街 你可不可以幫我拉一下膠條 我們就是稍微門打開 然後聽一下 那如果我真的買這個車 它會不會剛性 其實是有問題的 因為它戴帽子上去了 我們最怕事故車的原因就是 這個已經不是一體成型的結構 對 所以等到下一次 你在遭受一樣的碰撞的時候 會從我們街的地方先斷掉 那就很危險了 危險了 對 像我們剛剛看照片 它車頭的梁也已經變形了 對 那這個它雖然拉回來 我們看的是OK的 但是下一次再撞到 它已經沒有辦法 承受相同等級的撞擊了 對 它就變成沒有辦法 潰縮保護你了 對 所以是有安全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要檢查清楚 該有貼子 夜明正身的一定要有 然後太過平滑你要懷疑 然後膠條拆一拆 至少這是很基本 用肉眼可以看出來的 對 要不然你只是這樣看 表面每一台都很漂亮 對啊 看起來都整理過了 你就覺得可以買單了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撇開來 事故車不講 純粹買中古車的話 尼克 我們還是有一些簡單 可以用肉眼去看的 有些車是真的不能碰的 像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像剛剛小石講了 這麼多專業的東西 如果說你真的看不懂 那多數人還是外行 那你就從表面上來看 那這打開來的時候 大部分這種很乾淨的 這些其實都是基本清潔 對 那只是幫你表面清乾淨 那剛剛講的皮帶 像這輛車 因為它走正式鏈條 它的皮帶只有冷氣那些 那些皮帶 所以說皮帶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的東西 你可以大概檢查一下 大概看一看 當然如果說你還有一些預算的話 可能可以像乃哥剛剛推薦的 對 直接換掉 直接換掉 乾乾脆脆 還好還算好 價格不會太貴 要不然這邊有時候可以建議 換掉的話 這是技師在看的 對 技師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檢查 你從 或是說 你如果說引擎空間比較大的話 你可以大概看皮帶內側 有沒有一些龜裂 因為你要省一點的話 你是可以不用換 我是暫時不換 對 暫時不換 有龜裂一定要趕快換掉 然後再來呢 還有一個就可以 你可以判斷它這個 車子之前的保養狀況 跟使用狀況 你可以打開這個 是這個嗎 有孔子在這嗎 然後你只要把這個打開 這個就相對比較簡單了 對 轉一下 相對比較簡單的話 你可以大概看一下 這個上面就有一點點油泥 然後你再看這邊的話 你看這裡面 這就很嚴重了 那就可以知道 之前的話呢 就是保養 這個所謂的更換機油的週期 比較沒有按照時間跟里程 車主可能隨心所致 對 然後它會比較多 偶爾就換而已 就是它可能超過時間 然後甚至它可能都是1萬 或1萬5以上 想到才換 類似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說 你今天到一間車行裡面 其實車行其實相對安全一點 叫做它車行 車停停在那邊了 對 其實你只要 大概蹲下去 我們要蹲下去對不對 其實就一般看 你可以看一下地上 往裡面看 有沒有 有沒有低油 如果說它車行有時候會發動 低水的話那叫冷氣 我看到水啦 那是水 那水那是冷氣 但是你如果看到低油的話 就表示它有 某些地方有漏油 漏油真的麻煩 這是最簡單的方式 你就大概看了一下之後 然後再回來 引擎蓋 就是我講 引擎蓋一定要打開 一定要看 當然所有的東西 就像小事剛剛講的 就存車都要看一下 對 我尋一尋 我發現它這裡好像也怪怪的 這個東西就是說 也是一樣 就像小事剛剛提過的 左右兩邊 對 你看一下哪裡不一樣 對啊 你那裡好像有處理過 這邊有處理過 沒有處理過 所以這也是有撞過的 是不是小事 這一台 這台是撞過的 左側 真的有看 有學有擦 你自己看 所以你進步了 我進步了 所以用我的指甲去搓一搓 有點軟軟的對不對 其實也不用到搓 其實你看左邊跟右邊 就是不對稱了 就像Eddie剛剛講的 你今天看了五台 你可能五台 你可能就知道 哪幾量是一樣的 那不一樣的可能就有 你覺得自己心裡有個地 多看幾台你就知道了 對 這是很明顯有問題的 對 然後還有剛剛尼克跟我們講的幾個地方 機油檢查一下 前輪車主有沒有好好顧車 都很重要 對 然後接下來就要紳士上路 上路很重要 抱歉 我再補充一點 上路前你要先靜態發動一下 也要靜態發動 靜態發動一下 靜態發動一下 我們棚裡面先不發動 發動的時候你可以看一下 萬一它有在冒 不管是黑煙 或者是白煙藍煙 這都不好 黑白藍都不好 有冒煙都不好 有些好的狀況 就是你發動 可能跟這個Sales 跟小時代聊天聊一聊 然後你可以不經意的走到後面 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排氣管 如果稍微有在滴水 這表示它的燃燒效率是好的 相對是好的 那你可以用這樣簡單的判斷方式 隱形可能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你可能同時也在聽這個聲音 那你可能大概溝通完畢了之後 然後就正式上路了 對 所以這幾個都要檢查一下 對 檢查一下 前輪車主維護的狀況 也很重要 那路試呢 不要以為路試能夠開 四個輪子能走 你就買單 路試才是真正的美感 所以Eddie哥 路試我們要注意狀況是什麼 這樣好 因為買車 反正我最好是可以試車 對 那有試車你可以知道車況 那我們剛剛 先從蘭尼克這個原地發動先follow 原地發動 除了看這個排出來的這個 大概什麼煙或什麼狀況 可以測定引擎的健康程度以外 其實你要不要把那個白的排氣跟水蒸氣混在一起 對 所以噴水跟水蒸氣它是透明的 這是健康的 第二個你原地發動大概夏天或冬天 五到十分鐘的 你可以看到那個水溫劑 買老車實施注意水溫劑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引擎怎麼樣 就是它如果溫度過高引擎燒毀 那這個引擎就沒救了 所以常常看著這個溫度劑是有意義的 新車可能都不用注意 但老車一定要注意 原地發動的時候它沒有撞風 沒有行駛 它需要的這個冷卻散熱 原地散熱的效果很重要 風扇要能夠正常 所以第一個你發動五到十分鐘 水溫劑到正常工作溫度的時候 如果它沒有一直往上攀升 風扇悠轉 表示這個車第一個 在原地發動的測試已經過關 健康的 第二個你在發動的時候 可以同時開冷氣 因為它加重原地引擎運作的負載 如果在原地的時候冷氣冷 表示這個冷氣也應該OK 而且日系車應該在原地就冷 這是標準的 歐洲車可能要開開才會冷 但日系車一定是原地冷氣就冷 然後你可以試暖氣 有的老師會把暖氣淹掉 我們太老了 20年暖氣都沒有 但是有時候你上個核換山 暖氣還是有用的 還有暖氣一個教學就是 你在開到如果起霧的環境 車內起霧 你開冷氣太冷 你可以冷氣AC按著 你溫度轉到暖氣 它同時又儲物 又車子會暖 所以暖氣有時候 你住在山區的人很重要 常常在爬山 或山裡面走 很容易起霧 車子裡面起霧 這是一個關鍵 反正你要跟業務員聊天 這些都給他敲起來 對 這些你就試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就下一步 就是往上路上開了 開出門喔 一樣 因為這是一個比較級 引擎順不順 變速箱順不順 都是一個比較級 所以我覺得真的多開幾台 第一個 當然開的時候 你開出去 最好跟業務員講好有一個路線 或者業務員在身邊 他告訴你大概怎麼開 你用這個在線速 道路線速內的速度 來開這個車子 其實比較恰當 其實就OK 有些人就覺得試車就想 我要拉轉速 我要開 要開一個嗎之類的 其實我覺得試車要注意就是 你看到坑洞 你就給它過去就對了 對 真的假的 就是要查 以後我要去你那邊試車 拼拼給你過坑洞喔 對對對 盡量試 不怕人家試齁 如果你的中午車上怕你這樣子 或跟你囉嗦的話 反而他絕對自己的產品沒信心 所以我們反而要去過那個坑洞 看它的避震啊 吸震的狀況 對 我們回來就是說 你開的時候第一個 這個車如果你雙手放開 它會偏向 如果偏向 可能下面的底盤機構有點問題 然後你踩踩煞車是不是夠靈敏 對 還是說煞車的反應要有問題 再來是你換檔 並且像各個檔位換一下 踩一下加速看看引擎有沒有 並且像有沒有空轉的狀況 然後加速減速 不斷的加速減速 當然不是很急促的啦 就是像環環你要開車 遇到紅燈要減速停下來 甚至這個業務員所規劃 你試車的範圍 你可以開始有開兩圈 對 因為在它的規範的道路嘛 因為大家都先講好 在哪個範圍裡面試 比較不會有爭議 對 那你在裡面開 你用這個檔位開半圈 用下個檔位開半圈 可能D檔 D4 D3都切換看看 然後用1檔看看 看看這個換檔是不是順暢 或者是會不會跳倒上去 這有時候是 你開多幾台車比較 你會有感覺 這第一個 第二個說你開的時候 注意那個儀表有沒有 那個故障燈亮 因為有時候原地發動 它儀表的故障不亮 必須你在開的時候 它的燈亮會 一般都會亮燈 但是我們又回到一個 就是說燈亮有時候它會 有的比較有問題的 它會把儀表背後的那個 故障燈泡拔掉 油有點會亮 對 所以你發動的時候 其實你在發動第一段紅火 它會亮所有的警示燈 它會全部熄滅 這是第一個自我檢查 所以我們第一個 一開始檢查是亮個紅火 讓它全部燈都亮 我知道你沒有拔燈泡 我等一下就要出去試 這個是小小的 那你就 它如果都熄滅 表示所有的都自己檢測一次 那所有的電子機構 大概都正常 不然就會衡量 有故障就會衡量 你再發動它 然後再出去開 那一樣就是開注意這個轉向底盤 然後避震器的反應 你可以換車道 快一點換車道 慢一點換車道 看看這個車子 側形的情況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搖晃的情況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其實你在車廂 大概能夠滴下去看 就是也是看一下 避震器有沒有漏油的狀態 因為你要清潔 其實有點清潔不到那個避震器的本身 對 那漏油的部分可以看 只要有油漬 就是它大概是面臨要更換的狀況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大概開就是 以這個正常加速減速 然後不同的車子的這個 一樣的車型 拿來試它整個表現 對 那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車反應比較快 這張反應比較慢 那同時在開的時候 也是冷暖氣都操作一下 冷氣加速機ON、OFF 你給它反覆操作 看它有沒有作用 我這樣直接要花了大半天了吧 沒有 一個小時內可以數一條 所以你才說 沒有你就是一個表定就好 你自己其實要做一個小的表格 我要操作哪些東西 我開一半操作 開一半操作 對 那這樣就很方便的 你把東西直行 還有你行駛間 你可以四個電動窗開開 光看看 對 對 大家都會忘記這個日式 你同時就是把這個順不順暢 有沒有one touch 所以你整個在行駛中 你大概記得一個選擇 因為你試車 你試這個車子也要專心一點 對 然後你有些動作要做 有些東西要操作 然後你在開的時候就可以了 把這個東西全部做完 也代表這個試車 你可以完整的 把這個車的功能都 比如天窗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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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陪在車上載兩個人 第一個幫你注意車況 第二個幫你聽聽看有沒有 可能窗戶關不緊 然後會有漏空氣進來的聲音 或者是有一些風切聲等等的 所以這是試車大概是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最好不要試兩次啦 就是你給人家約試車 你覺得這車況 認真的把它試清楚 把它試一次開個兩圈 也許多花個20分鐘 我想這個車行也蠻願意 但是你就是細節做好 你不要說我想到做一下 不行 可不可以再試一圈 那這樣子也有點麻煩 對 讓人家覺得你是A5K的 所以我們就建議說 大概把想要試的東西的功能 都做一個小的表格 對 觀眾朋友Eddie老師在講 你有沒有在聽 他買很多老車 所以這些老鏡頭他們都知道 事實上今天我們現場這三台車 像是Vios在中古市場是很搶手 是很夯的 March在中古市場算是價格比較低的 所以都有一群人在買這些車 這幾款車 他們也有老鏡頭 哪些老鏡頭呢 等一下休息一下 回到我們再來分析囉 歡迎回到孟小姐 57號 如果你買中古車 其實車價大概就是 十來萬的狀況之下 你一定要先看看輪胎 因為輪胎到時候又換又一兩萬 跑不掉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殺價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對不對 對啊 所以其實我還蠻care輪胎的 那個輪胎側面 都有燈載它的出廠的年份跟週數 那我們除了看胎紋的深度 胎勾深度以外 我們去看那個出廠的年月份 那以我的經驗我覺得 如果說你現在在看的這個二手車 它出廠的年份已經是三年以上了 那我都覺得你必須 因為這安全的東西 我覺得你不要想回來要省錢 對 你就必須要把這個輪胎錢 放在你的預算裡 對 因為有時候你車可能買六七萬 輪胎試個一萬 一換就一萬不見 對啊 那比例佔其實蠻高 但是這個又是安全的東西 又是省不了 你就跟老闆說 我看你這個輪胎不ok了 我要殺價 那我都會建議就是說 不要叫老闆換給你 你自己回來 你可以挑選品質比較好的輪胎 要不要給人家換便宜的 還是換中古的 那都沒意思了 對 你還是很危險 那再來就是說 剛剛補充一下就是說 這個碟盤的部分 我覺得在試車當中 我是可以試一下 你在大概時速50的時候 你給它擠踩煞車 你看你的方向盤 會不會抖動 碟盤變形了 是 對 因為有些喔 它如果在剛開完車 還熱的狀況 去洗車一衝 哇 那個碟盤就掛了 是 對 因為它高熱嘛 那你突然用水降溫 整個就變形掉 那那都很危險 那我覺得 除了這個東西 那吃雞油我們怎麼去判斷 其實吃雞油 用鼻子紋就好了 蛤 你吃雞油的車 你站在它後面 它引擎在發動當中 你站不會 你沒有辦法撐5秒 辛辣味 對 那個很難聞 非常難聞 對 那你 所以稍微聞一下你就知道 對 你如果說不知道說 藍色煙是怎麼樣 白色煙到底怎麼判斷 不要管那個煙了 你就用鼻子 不要聞太久喔 要不然真的會聞到 真的太可怕了對不對 那真的很難聞 這隻小小的撇步 大家可以學起來 對 我們剛剛講說 在中國市場很受歡迎的Vios 有老箭頭喔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注意一下 講到這兩台 都是賣得很好 就是March千年老妖精 Vios 其實這兩台車大問題 基本上都沒有 你知道之前 我很多朋友在玩這個March 現場有兩位師傅 剛剛也在聊也在玩March 你知道March是非常適合代步 尤其如果你在市區做業務的話 你根本買這台車就對了 為什麼 10萬以內 對 它會有什麼問題你知道 它引擎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 現在改成四速變速箱 變速箱也沒什麼問題 那就算里程二三十萬公里 它基本上會有什麼問題 之前常常會有代速抖動 或黑咕甚至熄火 很多這個不會修的師傅 會認為那是節氣門 節氣門堵塞 或者汽油太髒塞住 結果如果都不是 其實March 這兩個地方反而都沒事 反而是什麼 分電盤 就是我們那個烤耳的地方 就是四肢出去的那個分電盤 口一乳 對 那一個地方很容易 在March來說的話 它在點火不順 跟會熄火的狀況 大部分都是這個分電盤出問題 其他的話 其他我覺得大部分應該都沒有問題 消耗皮去換 那在Vios的話 這個也是神車 雖然它剛剛March是用這個正式鏈條 它用的是正式皮帶 但是它這些的耐用度都很高 因為其實它工作的這個溫度 其實算低的 但是在Toyota來說的話 以Vios來說的話 有一個東西比較容易換 以Vios來說的話 這個也是神車 雖然它剛剛March是用這個正式鏈條 它用的是正式皮帶 但是它這些的耐用度都很高 因為其實它工作的這個溫度 其實算低的 對 但是在Toyota來說的話 以Vios來說的話 有一個東西比較容易換 你知道嗎 在引擎腳配置的位置跟角度上 有的車你開了大概5萬 10萬 才會有一個腳或兩個腳壞掉 但是有的只做兩隻三隻的 不是做到五隻的 像Vios它的引擎腳 就很容易壞掉 那壞掉的話 其實基本上就是更換就行了 那還有接下來的話 就是像方向基柱這個 因為大部分這些都是漏油風 對安全上雖然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你漏到一定程度的話 你只要一上車你握方向盤 你這樣子稍微轉動 車子不會轉 所以它的間距會越來越大的時候 那你就知道 其實這樣子反而是危險的 因為你在高速公路上 方向盤的轉動腳步 反而是不行 它有一部分它是空的 所以在方向基柱上的話 在Vios上面你也可以去多注意 我沒有按下 你應該會去某一些 但是我又沒問題 你又有一個小型 雖然有很多 你怎麼可能 我可以去某些 那裏有什麼 那是有什麼 我可以的